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IG、FB還有Twitch 好,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全新的英靈與韶龍跟劍邪登場 那余希妹妹會出現 第一屆的BOSS歸來 好,我們看一下內文 在後續的月份中會有全新版本到來 OK,又要改版了 好,那這次改版呢 會透露兩個新英靈 就是羽騷龍,羽騷龍跟劍邪 那劍邪在第二次風色的時候也有登場過 不過當時應該是因為技能太爛 然後不實用 所以第三次風色就沒有放出來了 好 然後屈品英靈就是羽騷龍 羽騷龍也可以抽到 那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羽系的妹妹 好,這樣應該不會爆雷吧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吧 那羽騷龍最初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是在四向門外被門人最差的情形 現在阿良等人出手 方才方人解脫 在與主角同團同醒之前呢 他始終對余希有一種同源血脈劲的感情 一切都與他的身世有關 隨著劇情的不斷發展 得知他究竟是怎麼從懸民教裡的右轉 他與懸左總是同時出現 遠轉他們兩個的身世緊密相連 如果 OK 好,我們聽一下羽騷龍的CV 你們知道嗎 其實天學門少主腦科不大好 別說是我說的 你們知道嗎 其實天學門少主腦科不大好 別說是我說的 好,羽騷龍見到余希那一刻 開始就認出這位 與自己血脈同意的姑娘余希 兩人本屬同胞 因聯誘瑜伽變故分離 好,再來是張瑜珍 張瑜珍選左 我一直以為 一開始啊 我一直以為 張瑜珍是男生 可是看圖像應該是女生 因為我劇情還沒達到那麼後面 所以我不確定 這個 選左這個樣子出來了沒 看 從照片看起來是 有點像男 女生 男生 女生 好,選左與右轉之間的感情 剩於世界任何感情 兩人原本 同出生於 前唐瑜伽 前唐瑜伽 其中兩人分為人魂和妖魂 哦 我說自己被自己爆雷了 共用著張瑜珍的身體 哦 哦 在加州全民教後 兩個魂魄得以分開 寄而與少龍出現 哦,有樣如此 好,再來是劍邪 劍邪 劍邪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英劍平他爸爸 好 初登場於天地劫原作 生魔至尊傳 是天群門採門方正月的二弟子 英千陽 大弟子就是英鳳人 乃是七殺星的轉世 其師父方正月一直要引導他 抑制自己的殺性 在後來 所以有一個 所以後來方正月 就是有受另外一個女徒弟 這個女徒弟就是高皇君 是半星 但始終抑制不了 英千陽的殺性 然後在搶奪 九一天尊劍的過程中 與幽姬龍夜相愛 最終成婚 可惜在艾琪參子之時 被師兄應奉人聯手 周崇諸號破壞 導致龍夜死亡 他帶著艾琪的尺手 逃亡之地界 在巨大的怨念下轉身為魔人 改名劍邪 後組織十方鬼仲 大亂天下 最終竟死於 兒子英劍平的劍邪 脱怒魔道 何足俱在 我要讓整個中原各派 都為龍夜陪葬 好 那我們聽一下劍邪的CV 我乃英千陽 嘿嘿 世人都稱我為劍邪 我乃英千陽 嘿嘿 世人都稱我為劍邪 老實說啊 我覺得劍邪的台詞 很不配原本英千陽的那個 個性啊 就是有點 嘿嘿嘿嘿 嘿什麼 世人都叫我劍邪 叫我劍邪 欸 最好是會這樣講 他是一個很霸氣 威嚴的人 我是不相信他這樣講 有點 感覺就有點破格破格的 好 相關英靈的英千陽 那就 那就不多做介紹啦 然後 陰劍平 我們也不多介紹 應該大家都知道了吧 反正就是 最後陰劍平 如果是玩好結局的話 把神魔至尊傳當中的 玩好結局的話 那就是會最後在 欸 林雀坛 上面 啊 有無 那個 九一天尊之劍啊 刺向 這個英千陽身上的那個 天魔護改 我沒記錯的話是天魔護改 但是在最終一刻呢 那個 英千陽為了怕兒子 使用九一天尊之劍 自己跟著死掉 劍平跟著死掉 所以 在 九一天尊之劍 刺向 英千陽的同時呢 呃 英千陽自己把天魔護改 給解除掉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呃 他有什麼這麼做 一個是不忍心嘛 一個再來就是因為 如果 英劍平跟天魔護改 硬拼的話 英劍平的 九一天尊之劍 會斷 可能會斷 那如果斷的話 劍斷人亡齁 因為當時 修復九一天尊之劍的時候 是火神助龍 那 幫英劍平 修理九一天尊之劍 而且要 入 英劍平的魂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九一天尊之劍如果斷掉的話 英劍平也會掛 OK 所以 英千陽是知道這一點的 最後還是不忍心 所以 就是讓兒子 幹掉自己這樣 好啦 那我們今天都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追蹤IGFB 還有Twitch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